大家好 根据加拿大最新调查数据 约超400万加拿大人拥有投资房 其中一半以上还要再买 在加拿大买房投资 以成人们资产保值增值的不二手段 同时也是为了给后代一个入市的机会 加拿大拥有投资物业人数占总人口的11% 并且超过四分之一加拿大人在五年内计划投资房产 尽管现在加拿大房地产借贷成本较高 但人们以投资目的而拥有房产的愿望仍然强烈 没有住宅投资物业的加拿大人中 有23%表示他们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购买一套 超过一半 51%的现有投资者表示 他们有可能在五年内再购买一套住宅投资物业 总的来说 超过26%的加拿大人 不管是否已经投资了住宅地产 都计划在2028年前购买投资物业 独立屋是加拿大最受欢迎的投资物业类型 44%的房地产投资者拥有这种类型的房屋 公寓排名第二 37% 连排排名第三 11% 加拿大住宅投资者最优先考虑的三大因素 为物业长期升值机会 69% 每月正向现金流 54% 以及低维护成本或各种费用 44% 他们的投资物业位于他们目前居住地不同的城镇或城市 47%的投资者报告说 靠近加拿大主要大学或学院也是促使他们决定投资房产的一大因素 投资者对如位置 辅助设施和房产类型的关注度与购买自住房几乎一致 全国范围内15%的住宅投资者并不拥有自己的主要住所 有12%的投资者将物业出租 而自己租房居住 这部分人大多数的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 因为他们相信房地产的升值远比付出去的租金多得多 一年来的高利率已经导致近31%的投资者考虑出售他们的一套或多套房产 18至34岁的投资者最有可能考虑出售至少一套投资物业占比54% 抵押贷款利率大大提高 房屋维护和水电费用增加 促使一些杠杆率过高的投资者考虑出售 尽管存在房屋供应量少和贷款利率上升的障碍 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将房地产投资作为他们未来财务规划的一部分 拥有房地产仍然是长期积累财富的一个理想手段 许多人选择投资房地产 不仅是为了创造收入和获得升值的好处 而且是为了给他们的家庭后代提供一个进入市场的机会 像任何金融投资一样 房地产也有其潜在的风险 当考虑将住宅房地产纳入你的投资组合时 要确保投资符合你的长期战略和风险承受能力 成功投资案例之一 家住本拿比德奥先生是广辉博士的老朋友 今年一月份在陆博士的建议下 30万加币投资每股分物 6月初获利70万 卖出获利部分做首付 通过广辉博士购置了本拿比的一套公寓做投资 公寓目前处于低位 而且租售比比较好 钱不多的时候可以买套公寓出租 钱多的时候尽量去购买独立房 特别是大地旧房不远的将来 前途很光明 成功投资案例之二 今年二月份 广辉博士帮助一个劣质文的客户 策划了投资方案 把两套投资房加案 套出钱来购买了劣质文的一套大地旧房 而且投入三万块加币做了房屋的装修 申请做短租 目前的租金除了还掉贷款月工之外 还有两万左右的剩余 乐哉悠哉 成功案例之三 今年三月份帮一个老客户高价卖掉温哥华的自己居住的房子 由于是自住房子 房子的一百二十万的升值全部留在自己腰包中 去高桂林购置了一套新的自住房子 准备过三年再卖掉 这样升值又可以不用交税 成功买卖和投资房地产 联系广辉博士吧 不少客人通过我们的十项铁孩子自由 葡萄 没错 感谢观看